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军上下士气高昂于八月攻克成都陆续占领四川大部分区域 11月张献忠在成都城顶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以成都为西京建立政权之初的农民军号令森严 展开了一系列安抚人心的举措 但随着实践的推移 川中大量地主世身 明朝降将纷纷聚集兵马开始反抗大西政权 一场血淋淋的屠杀就此拉开序幕 张献忠自丙忠 浩敬轩 万历三十四年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 张献忠同李自成的出身颇为相似 其祖上虽为军级但家境贫寒 加之陕北一带灾害频频却不见减负清睡 张献忠在当地的生活过得相当艰苦 为了维持生计 张献忠年纪轻轻就参了军 共议为捕快编兵 在总兵官王威回下当职的时候 因犯了法即将斩首 别将陈洪范观旗撞帽向王威请胜 陈洪范的请求虽然奏效了 但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张献忠被重打一百军棍出名 从此便流落相间 谁能料到历史的调诡 陈洪范后来升格为将军 还会和左梁玉合作 在湖北大破张献忠 届时张献忠还要向这位救命恩公起乡一次 可见早年的张献忠 已是头脚争农 行事作风和武力手段上都非同一般 崇祯三年 张献忠在家乡聚集了18寨农民 组织了一支队伍 响应 王家印等暴动 投奔异军之初 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 不过是一个小小武长 经过多番奔走和打拼 张献忠逐渐在起义军中建立威瓦 成为独领异军的首领 李自成号称八队闯将 张献忠则号称西营八代王 由于张献忠身长寿而面威黄 须一尺六顺 标进果侠 军中称为黄虎 张献忠 李自成在史书上常被冠以流贼 识人总结说 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 而蔓延于各省 望物而实奔走不停 未尝据成意为巢穴 故曰流贼 张献忠的早年却是如此 从崇祯三年到十几年 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 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 十四年间 张献忠步在陕西 山西 河南 安徽 四川 湖广集场间 来回大幅度高速流动 纵横上万里 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 从来没有固守一地 流动的目的有两点 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 二是为了打量 即劫掠财物 以养活部队 每当攻下一座城池 他们就纵兵大略 把豪门富士一扫而空 满载而归 当朝廷大部队进行围剿之时 他们就潜入深山 苦哀时日 他们的全部精力 都集中在逃跑和谋生上 久而久之 他们从一群乌合之众 变成了游击战的专家 他们行动飘忽 急战急走 在官军的包围之中 穿插来回 波澜壮阔 惊险重重 流寇是中国历史上那些 声名显赫的起义军 普遍采用的战斗方式 从唐末 皇朝大起义 到太平天国前期 莫不如此 因为在起义之初 农民军与官军 在后勤 组织 武器装备 技术素养等方面 存在巨大差距 在这段冗长的流寇生涯中 张献忠还接受了一次 鸣庭的招服 重贞九年初 农民军已发展 壮大到几十万人 在河南会合时 长连营百里 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 就有十万人以上 同年9月 高营祥 欲服被俘 被凌迟处死 李自成等大部 转战于同关以西地区 张献忠所部 最成为同关以东地区 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 起初张献忠所部 进军尚且顺利 进攻河南时 异曲占领许州 杀了左良宇的哥哥 在安庆家庭的战斗中 又击毙名将 潘可大等人 但是由于流民军各部 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 美部各自为战 到了崇祯十一年春 各路农民军 军连遭挫折 特别是崇祯十年四月 明朝兵部尚书 内阁大学士杨自昌 策划了四正六域 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 李自成在陕西 遭到几次失败 刘国能等 也在河南归顺朝廷 都给张献忠的队伍 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张献忠在近习南洋的战斗中 被左良玉军击败 本人也受了伤 幸被部下孙可望 力旧脱险 于是带领部队退居古城 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 为了保存实力 张献忠在古城 罗汝才在云阳 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 雄文灿的招服 受招服后 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 不接受官衔 保持了独立性 他把四万人的部队 分布在各部古城的四郊 分四营 各设一员大将率领 在休整期间 吉草屯粮 打造军器 招兵买马 训练士族 张献忠还经常请人 给他讲孙子兵法 并结合战力 总结经验和教训 等待时机 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五月 张献忠在古城重举一旗 很快打垮守备古城冠军 杀了县令阮之殿 和巡岸御史林明球 拆毁成员 劫库纵球 明朝兼军道 张大精和马亭宝 徐启作被迫投降 得知张献忠部 在先旗帜 罗汝才马首应步 也起而响应 并到古城 与张献忠会合 隐伏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 也重整旗鼓 经过北云军地区 进入河南 农民起义的风火 又一次 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 雄文灿得知 农民军在一起的消息 立即调佐粮狱 和罗戴领兵追降 张献忠将大军 埋伏在防线隐系的罗侯山 张网布阵 并派出一支队伍 洋装败退 引诱官军入山 扶兵围攻 官军一万多人 全部溃散 罗戴被火戳 佐粮狱丢盔系甲 扶岸而逃 连军服印信也丢失了 崇祯第一怒之下 撤了雄文灿的职 并与歹杀 佐粮狱将三级 戴罪随军立功 随后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 杨四昌读师 总督以下并听截志 再次展开 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四昌一到襄阳 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欲 十面张网的战略 惠师十万 并袭河南 四川 陕西 云阳 诸服镇将领 分厄冲要 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 张献忠和李自成 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 接连势力 频频陷入被动 为扭转局势 张献忠派间谍潜入民军 获得了官军的重要情报 于是说服罗汝才 两军联合 加强了农民军的力量 农民军已走至敌 必时积蓄 出没无常的战术 对付官军 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 挑选出一些机敏的民兵 半成商人小贩 四处探听消息 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 告诉农民军 还常给张献忠的部队做向导 因此张献忠能及时掌握敌情 迅速采取军事行动 打得官军措手不及 然后迅速转移 使官军摸不清农民军的去向 难以追击 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 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 但是农民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 十分不利 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 为此张献忠认为 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 跳出圈外去作战 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这时候 杨思昌和左良玉之间的不合 成为了张献忠打开局面的关键 张献忠派人携重跑 惠左良玉说 正是因为我的存在 朝廷才没有因先前的过失而器用你 你的部下乱杀无辜 朝中早有人看在眼里 如果我不在了 那么离你死也不远了 左良玉斗志松懈 张献忠趁机收敛散亡 在山民的帮助下 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 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 邵杰春和杨思昌之间的矛盾 集中兵力 猛攻邵杰春防守的新宁 农民军突破新宁防线后 顺利地进入了四川 农民军的入川 打破了杨思昌的围剿计划 同时也获得了战略的主动地位 崇祯十四年二月 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 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 军需响银都聚集在城内 张献忠以所获响银 分十万两镇脊积鸣 并将襄王朱一鸣 和贵阳王朱长伐等主子 农民军受到百姓的拥护 欢声雷动 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 杨思昌的四政六域计划 彻底摧毁了他的十面王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 张献忠占领了湖南全省和江西一部 这是他起义生涯中 占地最广的一次 按理来说 他可以以此为根据地 以图霸业 然而此时李自成 已横扫整个北中国 北京也指日可下 一统帝国的大势已显 张献忠既然不甘心 向李自成俯首称臣 那只有及早放弃这块 与李军接壤的地方 远离李自成的卧榻 以待将来 天下一手难攻之地 无过于数 张献忠深思熟虑后 于崇祯十七年春 率全军速将而上 准备暂取巴蜀为根 然后兴师平定天下 因此有了六月二十日 重庆破城的一幕 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 张献忠部的威名 已经传遍半个中国 然而八代王这三个字 并非是一个美名 在很多时候 这是一个恐怖的代名词 对比当时的官军 和各路起军来看 李自成部是其中 纪律相当规整 形势也颇为束缚的 一支起义军 但张献忠所部 显然大为不同 在张献忠漫长的起义生涯中 有两次阵际灾民的记录 一次是攻破襄阳后 将军饷分给当地百姓 另一次就是攻下武昌之后 发楚王府的经营给机民 但比起张献忠 在安抚百姓上的记录 其烧杀劫掠的事件 明显要多得多 张献忠及其麾下部将士兵们 似乎是被攻下的城市 为自己囊中的财物 是城中的百姓 为自己猎户的猎物 如何处置 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 一般来讲 搜集完物资之后 他们会纵火 把一座繁华的城市 变成一片瓦砾 这样做的意义在于 他们不想把拼命 攻下的城池 完好的留给明军 这在张献忠献卢周记 和明记北略中的 张献忠土武昌中 可见一般 在朱义军领袖中 因为性情投河的缘故 张献忠最喜欢招来 亡命之徒 张献忠部的主要成分是 叛族 逃族 义族 鸡民 响马 难民 从职业军人 转变而来的人有多 这使他的军队的战斗力 高于其他的乌合之重 因为队伍的骨干 由农民阶级的边缘分子构成 张献忠部在明末诸军中 把底层阶级的人格缺陷 表现得最为明显 换句话说 张献忠部 是受底层文化中的负面因素 影响最深的一步 因此四川百姓 在得知张献忠部即将到来后 俯老邪幼匆匆逃到山里 然而等了两日却没有动静 这才发觉是一场虚惊 成都城破之后 局部的杀戮当然在所难免 按照惯例 成都城内的王公贵族们 大都难倒一死 但张献忠并没有大量屠杀 成都居民是可以确定的 随后张献忠在成都称帝 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以成都为吸睛 并宣布 对西南各族百姓 捐免边境三年租赴 张献忠的号令森严 不许擅自招兵 擅受民辞 擅取本土妇女为妻 为者政法 由此看来 张献忠部的起义军 似乎改弦一辙 逐渐向正规军的方向发展 然而 大西政权有意改善军民关系 及笼络世人的行为 却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 另一方面 大西虽然有意缓和军民关系 但严厉的保甲制度及言论管制 也使军民关系并不容下 由于称帝 大西和大顺政权间的关系恶化 明军自川南大局反攻 先后攻克重庆 加定旭州三府 大西在川南 川东的统治完全崩溃 此外 对地主阶层的严酷镇压 也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 反而促使原本投降 大西的地主群体 犹疑不定 到1645年3月为止 大西除了成都 保宁二府还能有效控制外 失去了对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 战局的不利 使张献忠对地主阶层的仇恨 错误地扩大到了四川百姓的身上 他对周边府县反抗的镇压 愈发严酷 乃至伤及无辜 不仅如此 对于不能按时完成剿匪任务 或者出现士兵逃亡的将领 动辄军棍打骂 乃至实施剥皮酷刑 与此同时 由于征战不休 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 又未能尽快进行土地改革 为了供应军队的粮草供给 不得不派出军队四处打粮 这就导致军民关系不断紧张 留在成都的士人的不忠表现 成为压垮张献忠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 1645年底 留在成都的数千名士子 以考试为名 被全部集中起来后处死 以此为开端 张献忠在汪兆灵等音妇文人的策动下 开始有针对性的清整军队中心招募的 属地士兵及其家属 将其逐步从军队中去除 另一方面 他彻底放弃了经营鼠疫的决心 打算兼毙清野后离开四川 命令部将四处成都临近各县 强掠财产和粮食为君资军粮 稍有不从 及连作出死 在这一过程中 连大西内部的不少中低级将领 都觉得难以忍受 最终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选择自杀 在得到清军即将南下的消息后 他决定屠杀留在成都的川级士兵的家属 同时彻底焚毁四川城 这也成为了大西迅速灭亡的关键因素 在张献忠的身上 其性格缺陷是极为明显的 其屠戮行径也令人发指 但在一些满清时期 民间小说中 其夸大其次的说法也显而易见 四川的人口在战事后的记录是十世九空 但以此来判定整个四川 皆由张献忠所图并无根据 事实上这样害人的人口损失 还应当包括连年的战争 和其后满清入关的屠戮 张献忠死后 他的部将孙可望 李定国 刘文秀 艾能齐 冯霜黎等率领农民军向南 在重庆受到明军增英部的阻击 农民军击毙首将增英后 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 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 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 坚持了近20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